中国可以给美国做个表率 率先开放使用推特等社交软件 毛宁称美国未免也太不自信了吧 聊天机器人 Gmail Google YouTube Instagram 推特 哇一堆啊 通通都不能用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中国外交部啊 又闹笑话了 原因是美国政府在2月27号下令 要求联邦机构单位 也就是政府单位啦 在30天内要删除中国海外版抖音平台 而中国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 爆气开机者会反击 表示美国啊 既然如此惧怕一款年轻人喜欢的应用软体 未免也太不自信了吧 你中国讲这种话未免也太有自信了吧 而中国网友啊 在留言区炸锅了 炸锅之后啊 接至而来的是 当然啦 也有小粉红开始在护航 因为你都开精选评论了吧 但有些小粉红真的是 酷航到让我觉得发酵 他们连抖音有中国版跟海外版的tiktok都不知道 而你自己在中国也没有办法看到海外版的 除非你翻墙 你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Instagram啊 他没有海外版的对吧 任何国家都看到都是同一个版本 然后这个YouTube也是只有一个版本 那为什么中国要分海外版跟墙内版 就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区分 不这样做管理的话 诶那那些反共的言论啊 那些对党不利的东西啊 中国人民都会看到 那就对你的统治有相当不稳定的因素 这让我想起啊 你们华大妈华春莹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为什么外国人可以使用中国的通信平台 而中国人却不可以使用推特跟脸书呢 诶对啊我也想知道啊 你去问你家圣上吧 在中国啊除非你是特定公司 比如说媒体的 或是要对外做贸易的那些公司啊 或者是权贵阶级家庭 你才可以不受这个中共翻墙的法律限制 我之前认识一些红三代 我节目也请过一些红三代来 他们也认到国外了 他们家就跟我们欧美日韩台一样 不用翻墙 不用挂VPN就可以上外网了 这个就是在中国的特权社会 369等才可以拥有这样的待遇 而你们小粉红啊 没有这种待遇 那小粉红肯定会说啦 大家都在翻墙 如果违法 那我们早就完蛋了 好啦我来拿我们台湾举例一下 哦这个摊犯在七楼卖个东西 然后警察看到也是 有时候通融一下 辛苦人家啦 不要罚他啦 也是很辛苦还跟他买一下 不然就是一个月象征性的罚一次 但是在法律的层面来说 这全部都是违法 因为你法律定下来了 所以你们这个性质 就跟我刚刚举例的性质是一样的嘛 不然我再强调一次 请你们去公安局拍片 举报自己看看 如果翻墙不违规 你定这条法干什么 根据前几年的VPN公司统计过 最多不过一亿人会翻墙 而你还要扣掉一些 已经论到海外的基数哦 所以中共才敢在墙内 散播不实讯息 乱翻译原文抹黑他国 所以中国发生了什么 天大反共的事情啦 都很难被传播出去 中国平台管制严重 那上外网也不容易 让大家团结在同一个平台上 你上外网也有一定的风险 对吧 所以知道四通桥勇士 与白纸运动的人 占比14亿人口中是多少 有到一半的7亿吗 如果有到7亿 中共早就被推翻了啦 带大家来看一些精彩的留言 毛宁称美国 未免也太不自信了吧 我人生中绝大多数快乐的时候 来自于外交部的发言 哎呀美国太不自信了吧 FB跟Ease我也不能用 这有点难以服众啊 我们不也是不能用外国的软件吗 太双标了 美国人是不允许别人超过他 所以当时还不断阻挡你 你要不要回去翻一下你们中共从1949年开始建国 至今你们每隔5年至10年就会出榜一本 美国又完了 美国经济又垮了 结果你看一下人家美国 现在人均是你中国的几推 一个国家自不自信 要看是否能融下不同的意见 惧怕不同的声音 这才是骨子里的 不自信 有些网友居然不知道 抖音的英文叫Ttok 还说凭什么中国不能要 外国都在用 救命啊 Ttok貌似就是抖音 不太一样 不通的 中国可以给美国做个表率 率先开放使用推特等社交软件 毛宁称美国未免也太不自信了吧 聊天机器人 Gmail Google YouTube Instagram Twitter 哇一堆啊 通通都不能用 我说有人可别太贱了 任何不把中国用户数据存在中国本土 不承诺不使用中国用户数据 作为法迭代 不严格配合中国监管部门审查的外国互联网平台 都没有资格跟Ttok相提拼 哎呀说的对 超级大国竟然揉不下几款APP 简直太不自信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环球时报谁又开启的精选评论 美国对额海额洲的爆炸缺乏自信 美国发生这件事情 被你们中国新闻炒作打之后的隔一周到两周内 你们柳洲自己也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业力回力标 你们真的不要这样子好吗 主要责任在美方 作为世界头号大国 为美太不自信了吧 美国的民主呢 美国活在把权梦里 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啊 甚至小粉红啊都还没有搞清楚 美国进的是政府单位使用 而不是进所有的民间团体使用 或是个人 你们中国是连个人翻墙是需要挂PPN的 不能公开的去使用这些软体在公共场合上 不然你们现在给我拍一条公开 然后看到公开就问 这个可不可以上 所以如果你们做不到这种实验的话 不要跟我扯 中国很民主很自由 来嘛我们看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技大学 这道墙翻不得 切莫以身试法 如果是学习工作等原因 违法翻墙去查阅资料 算犯法吗 答案是肯定的 也就是说 只要你在国内使用翻墙软件 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 学英文也好 查资料也罢 绕过我国的法律管道 浏览境外 伺服器 相关的网页内容 都属于违法行为 来你们去出征一下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科技大学 不用跟我争翻墙 不犯法不违法 好那我们再说回来暖心的故事 前几天中国有为人大建议啊 应该要把寻讯知识罪给除名 因为寻讯知识罪的定义非常的模糊 寻讯知识是由警方或者是领导决定的 而不是依法行政 依法执行 比如我们看这个寻讯知识的定义 追逐拦截辱骂他人 情节恶劣 你怎么定义情节恶劣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摧毁 以及占用公共财物 情节严重的 好这个情节严重又怎么定义 在公共场合闹事 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的 你今天被公安找查 今天公安说你是不是这个违法翻墙 公安说你是不是有勾结境外势力 然后你跟警察跟公安在争的这个过程中 因为他已经诬陷你了嘛 他可能已经有联络更多警员 要来S你了嘛 你一定会跟他争 你跟他争声音就会大声 因为你已经被诬陷了嘛 那你声音只要大声呢 或是他把你带走你反抗呢 不好意思 你就是老乱公共场所的秩序 你就是寻讯知识罪 所以这就是一个莫须有 这就是让人家扣你帽子的一个罪 请问这个法是不是口袋罪 他就是嘛 但是更多的上访 或者是抗议政府的人 基本上大部分都会被以寻讯知识罪抓走 白纸运动那几位代表也是嘛 而我们看一下 中国法律有禁止人民在街上拿白纸吗 没有嘛 中国法律也说人民可以合法的抗议政府 而中共的法律自己也写 人民可以上街抗议去监督政府 团体的话要申请 虽然在8964之后 没有一个团体是申请过 个人的话是可以安静的在现场举牌或是静坐 但是你连安静的静坐或是举牌 哪个白纸都会被公安暴打 被以寻讯知识罪带走 严重一点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所以就是说 政府是可以不受人民的监督 权力无限扩大 肆意的侵害百姓的权益 而百姓却没有办法维权 当中共没有法源依据抓你的时候 但中共又痛恨你想弄你 就会在你身上安一个寻讯知识的罪 那更扯的是什么 在昨天微博有一个投票 是询问中国人民是否赞同取消寻讯知识罪 结果有近七成的人况认为不该取消 所以我说这样的民族啊 这样的待遇啊 就刚好配得上你们啊 好奇那些不赞成的人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不会惹事 你不会惹事 你会被人家惹事 他就会以这个罪把你带走 一个口袋就会留着干嘛 好奇你赞成的理由是什么 这压倒性的比例不该是问赞成的人理由吗 内鬼以后想用这种方式犯罪 可以看到他已经讲出一个关键的字 内鬼不就是他勾结境外势力吗 那什么叫勾结境外势力 把自己国家的或是执政党的迫事讲出去 你就认为是内鬼 是境外势力 所以要以寻讯知识罪带走 所以可见这个小粉红啊 他就知道这是口袋罪 这个罪就是专门对付反党的人 我们不惹事也不允许别人惹事 所以我们不赞成 如果你不惹事 你赞成的理由是什么 只能说明你是属于会犯罪的一份子 你现在在路上 中共警察只要看你不爽 他可以用任何理由 没有这个搜查令 什么都没有 硬把你身上的外套或是包包打开来看 你也没有资格拒绝了 你拒绝的就是袭警 就是寻寻知识罪 像这一类的小粉红 我们一定会说 你又没犯罪 你没犯罪的话就给警察看啊 光明正大 跟这个无关 首先你已经被侮辱人格了 因为他怀疑你是犯人 但你不是 他本来就没有理由 可以看你的东西 这无关你犯不犯罪 但这种小粉红 这个逻辑转不过来 好看完这些留言 我们先排除掉 本身就支持共产党 应该打压上榜者 或是一己份子的粉红外 其他认为不该废除 寻寻知识罪的中国人 可见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什么口袋罪 他们脑中认为 哦这就是这个地痞流氓啊 小偷啊会犯的罪 可是这三年来好多人抗议政府 上网抱怨中共 情节过于夸张 在你们国家来说是夸张 在我们国家来说是很正常的嘛 很多人都被以寻寻知识罪 带去喝茶 哪天你们这些人啊 当自己权益被中共迫害的时候 你们任何的维权行为 就是寻寻知识 所以话说回来 当你们维权的时候 你们是流氓地平嘛 好了那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